《星際旅行》 《星際旅行》就是我們把學生帶到世界的不同地方 去做藝術項目的一個品牌 《創作歌球》是我們那一個藝術創作的專題 這次算學生他們是一個外來者的身份 所以帶他們出來去做這樣的一些駐地的藝術項目 某種程度上也是希望他們通過更多不同的東西的碰撞 可以去找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一面 《星際旅行》 一開始因為要跟著藝術家來一起做這個創作 然後就是會有一點點緊張 然後第一次討論的時候大家就是坐在這個球裡面 然後山口先生他實際上直接拋出了他的那個主題 就是關於保護這件事情 如果他就提供給我們各種這個材料 就是已經擺滿了整個屋子的所有的材料 然後一點一點的想到要做什麼 有什麼可以做的 還有我們不斷地在周圍去尋找靈感 包括去有一個山泉水 然後在學校周圍採集各種花草樹木 然後農田裡的一些東西 然後蘋果園這些都會 都每一部可以看出來都會有一些靈感 就都會有一些靈感 一點點想出來要自己做 藝術家給我一個很好的idea 他自己製作的故事是講的一個只有瘋辣的星球 然後這個地方讓我就是可以很有空間地去表達我自己內心想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雖然是背喪藝術家的故事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跟我挺有聯繫的那種 第一次他就想一個去探索一下附近的東西 而且想讓我們有點靈感 然後他很想讓我們去關聯到大自然的一些東西 包括我們的主題也是金木水和土這五種元素吧 這回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整個結構在了 然後我們就是類似做一下最後的收集工作 然後我們回去就可以把這些生產出來 就是用這些東西去生產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藝術家從頭到尾有一些指引 然後他讓我們體驗很多不同的創作手法 然後比如說這下面他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成形會是這樣子 他讓我們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情緒 每個人的情緒有不同的顏色 但是拼在一起會很突兀 然後他後面就幫我們修飾了一下裁成拼成這樣 我就昨天在遠處一看很漂亮 這個是讓我覺得很生氣的 這個是讓我覺得很生氣的 其實房場就是銅錢塔 這個是彩虹橋 那個就是迷你樹林 那個房子裡面就是神樹 組裡面有個很小的小朋友 他比較多動 然後但是他有時候他的那種創作欲很強烈 然後他的想法也讓人眼前一亮 然後還挺喜歡他的創作 其實沒有參與過這種很多人一起的合作項目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都還是讓我挺難忘 其實我最難忘的部分可能就是在於 跟大家一起來進行這個藝術創作 因為其實雖然我們可能會各自有各自的作品 但是我們整個的這個星球的外殼 包括我們之間的一些討論 其實是有的時候我們平時自己做作品的時候很缺乏的 是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因為一開始我可能還有一點點覺得不知所措 但慢慢的大家找到了自己各自的狀態之後 就有更多的靈感被激發了 就是像這個其實就是被大家所激發出來的某個靈感 就是覺得這些碎屑不應該浪費 大家好好消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做了一個上色 然後我也特別感謝我的兩個隊友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超級超級認真 就一直在認真地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又很及時地給其他人援助 其實這個薄膜原本學校裡面沒有的嘛 卡古桑跟我說沒有這個材料的時候 我其實一瞬間就妥協了 但是我特別特別感謝娜娜 就是娜娜就是想到這個東西她就一定要去 然後她要堅持要說 學校裡沒有那我們不可以買嗎 她就開車出去就是找人一塊出去買了 我特別特別感謝有她 如果沒有她我覺得我們也許這個 現在這個地方就又不一樣 然後覺得廢校這個地方 整個給我的感覺就感覺就是 時間好像停滯了一樣 但是大家的一切 大家的一切就把這邊讓她重新開始運作了 然後就是有了人氣 然後這把椅子我就特別喜歡 因為我本來是打算站在上面畫龍血 但是突然看到她就放在那裡 我就覺得欸 挺好的 就把它留在這邊 就把它做一步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單純 只是想說我們去利用廢校的空間 做一個有意思的藝術項目 而且尤其對於阿東文庫 老爺爺保護廢校的故事 就很受打動 阿東文庫它可能現在目前只是一個 囤了很多圖書的地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好的事情 正確的事情 那我們應該讓更加多年輕的倡議 來去參與 讓它變得是更加符合下一個世代的需求 才能夠真正的活起來 我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從一些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吃飯 來去反照 我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當時就選擇了用吃飯的這樣一個主題 來和搭線星球一起平行的去串聯 對於吃的方面呢 也有美食家專門講解 然後我更加了解到 原來平時我們吃這些東西 有這麼多的學問在裡面 然後我也了解到了很多 可能之前不太感興趣 現在都會很有興趣去瞭解它 他們吃飯有一種儀式感 然後包括他們吃飯之前要先說 吃完之後要說 其實中國古代也是有類似的這種儀式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呢 它其實已經沒有了 包括他們的對食物的這些用心的 給我們製作這個食物的這個感覺 其實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都是能感受到有一種特別溫暖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感覺到這邊真的就很認真 感覺真的是它的生活一樣 就是每一道料理都是有生命的 就是包括它很多藝術家 他們都保得了食材原本的樣貌 比如說像一些秋葵啊什麼的 就是一整個就放在那邊 比如說其實在城市裡面看到的 都是一些加工過的 其實就它原來是什麼樣子 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我會發現每一個我吃到的食材 都跟我以前在大城市裡面吃到的不一樣 胡蘿蔔看起來很醜但是非常甜 食物的皮也可以吃 就是這些是我之前 從來沒有去嘗試過的一些食物 可以通過顏色的搭配去看到 原來食物也可以創造出像藝術品一樣 但是如果回歸到 創作個球這個藝術專題來講的話 我會希望能夠將球的這個藝術型態 流浪到這個世界的不同的地方